现在是正午时分啊 非常的炎热 哇塞天上的太阳 非常的猛烈啊 这里是楚雄寺的一轮古镇 应该看样子就是那种 也是新建的一种就是 古代的房子然后里面也全是吃吃喝喝的 我骑着自行车大概的浏览一下 自己的脾气 红茶 哇这里面车子都能进 哇前面有的特战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我进去看一下 感觉也没有几个人在这边逛吧 好了就简单的参观到这里吧 感觉真的没什么东西 你 不得把人鸡导 走了 出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南华线只有大概5公里左右 我在这边一个铁皮房里面 就是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录影地 这个录影地是那个就是我捡到的19岁那个小朋友 小伙伴他就是发定位给我 他说这个地方非常好 所以我按照他的导航来发的定位 我就找到这里了 哇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好 特别特别好 可能会有电哦 这边 哇 有电那就完美了 看一下有没有电 没电 没电 没电也好 反正我带了水 太阳能电板也充满了 好了我现在就开始搭帐篷吧 帐篷已经搭好了 准备起锅煮饭了 非常温馨啊 非常完美 今天煮一道麻辣小龙虾 这是我刚刚剥好的小龙虾 龙虾尾啊 这是我开玩的 升红 葱 小米椒 还有 巴椒和巴椒的 好香 非常的香啊 再加入羊坡 配料炒出断后再加入小乌鸦 然后再加入羊坡 胡椒粉 铁铁酱油 一点点的料酒 料酒浴缩了 没有了 没办法 然后再加入凌晨的香菜隔风 出锅 这样一道完美的麻辣小龙虾就完成了 哇 好香啊 特别特别的香啊 大伙现在还在慢慢的收汁 马上完成 开吃开吃 麻辣小龙虾 看看 非常完美啊 先尝一下啊 还是有点烫 很Q弹啊 虽说它这个小龙虾是树洞的 但是 它还是摇起来有那种弹性 稍微的有点辣啊 我辣到喉咙了 味道真的非常好啊 哇 还有一点汤汁 这个拌米饭真的是绝啊 今天没有做饭 在饭店买的 嗯 没坏 太热了 嗯 没坏 太热了 哇 这个拌米饭真的太齐了 还有一点汤汁 果然是又麻又辣 我现在都感觉有一点麻又辣了 我就放了一个小米椒 哇 这个办法 你看 小米椒有点汤汁 好吃 哇 太辣了 今天也买了饮料 没忘 哇 爽 可惜没有冰 其实今天找这个录音地之前有一个旗友他跟我说南华线这段路几乎是没有录音地的 然后这个录音地就是我捡来19岁的小旗友他发定位告诉我的 他说这边有一个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录音地然后就发给我了也多亏了那位小兄弟吧 不然我还真的不好找这个这个地方说真的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好找 因为那里面停的有车子就是感觉就是像有人一样 如果你不把不往这里面绕进来的话很难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吧 哇 真的太下饭了 哇 真的太下饭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咯 我们明天再见咯 再见